扫黄打飞这项在中国大陆持续了多年的中国特色运动 近年来正随着大陆网民的迅速增加 而从现实社会转向网络世界 能被纳入扫黄范围的对象 也从色情扩大到了愚情 像民主法治反腐维权等和色情风马牛不相及的内容 似乎都可以被冠以涉黄的罪名被净化 那么网民感叹 扫黄打飞名为言打实为打言 也就是打击言论 新华社最近援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消息说 中共当局目前正在持续深入推进扫黄打飞 竟往2014专项行动 报道声称 这场从今年4月开始的网络扫黄行动 比过往的任何一年都要来得更猛 更快 更出乎意料 至今为止 已经有超过15万微博账号 70多万微信等移动即时通信账号 以及90多万QQ账号 被当局以招票或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为名关闭 此外 除了网络社交平台 大陆一些知名网站也没能在这次扫黄打飞行动中幸免 尤其是大型门户网站新浪网 更是因涉嫌在读书频道和视频节目中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而被查处和出以巨额罚款 并不得不向公众道歉 其他受到类似处罚的 还有搜狐 腾讯等著名网络公司 国内最大的两个 一个是天意 一个是凯提 我在猫眼上经常发表言论 经常被 他们的管理员被屏蔽 这是没办法的 像我这种遭遇的人全国过去太多了 这个也不能完全怪这个网站管理方 因为他们不这样做的话 但面还连你整个论坛的公司停业都做得到 而当局如此大手笔的进化网络行动 却并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赞扬 因为很多人发现 很多被查封的网站或账号 其实与黄没有半点关系 您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关呢 也是因为涉黄吗 我怎么涉黄啊 没有 那为什么您的微信微博被关了呢 就是这个敏感内容 政治内容嘛 每一次赏黄打飞 都会关闭很多网站 中间确实肯定也有一些涉黄的网站 但是可能更有一些并不是因为涉黄 而是由于涉及到一些民感的一些实证啊 反腐啊 维权啊 拆拆啊 等等话题 有关于网站 有评论指出 中共当局长期封闭媒体 封锁真实信息 打压言论自由的做法 已经十分令民间反感 并一度激起民愤 再继续下去 甚至有彻底失去民心的危险 但相同的目的 如果以扫黄打飞为名 就显得更加具备正当性 更加冠冕堂皇 扫黄打飞 其实说到底 别面上说是以扫黄 而凸显正义感 所谓的道德优越感 其实本身都很可笑的 但是呢 实际上 它们本身上是在想 打压那些意义的空间 在他们看来 普通价值就是红水抹兽嘛 那么虽然这些普通价值的 或者说帮助老百姓归异的 或者说 他们认为问题到他们 套权阶层 套权的 都会给他们 拭机会啊 去关闭 所以这一点 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据中共官媒报道 日前中共当局再次进行严打 并集中清理了一批 违法违规账号 关闭微博、微信、博客、贴吧等账号 150个 分析认为 这次言论的收紧 很可能与即将在10月份召开的 中共四中全会有关 因为中共的冯会必抓、冯会必紧 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惯例